大家好 我是黑子 今天要完成一個許願項目 在兩個月前 其實說有點久 彥迪幻留言說 請問黑子有沒有機會解說ESOC的比賽呢? 很喜歡他們的比賽強度 但是解說都只聽得懂一半 基本上啦 如果是我講的話 我會照我的方式講 我不太會去把他們的解說全部都copy過來 但大致上還是會 就是我們邊聽邊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會在這個地方稍微停留 好 他這邊講的 提供了一個想要了解的是 Grand Finals 凱爾斯凱爾跟Maito的比賽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場比賽的開頭 經典的Interjection的開頭 那這邊開頭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跳到遊戲開始的部分 這個地圖的話 先直接看吧 他其實算是一個很吃控制的地圖 這場是... 這場是... 最上局 在這場比賽中 我們會有很多的 會員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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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Interjection就稍微講了一下 它對這兩位選手 達到這個地方 其實不太訝異喔 那這張圖是從 依照門多西諾 這個在加利福利亞州的 現實地圖做改編過來的 然後他們這邊也提及了一些其他選手 像是Tabon 那Tabon之前輸給Maito之類的 那都是跟賽程有關的事情 那這場開局的話其實 沒什麼特別要說的 那特別注意的是在EP的改版裡面 易若葵他的開局少100目 所以他沒辦法直接開局下一個教育戰 所以在升級方面 如果是這種較長型的地圖 拿上又是易若葵 就比較不會用快攻的方式 會用一個女聚者升級 資源相對來說會比較充足一點 那這張地圖的寶藏也都還不錯 主要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中間這兩個凹陷的地方 導致控制這裡 上面跟下面會變得 影響性會變得很大 那這邊一開局 Maito其實就打到不錯的寶藏 兩隻狗 他對於快攻或者是仿快攻 其實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這邊interaction就點開 稍來看一下寶藏 那這邊等一下也可以再打一個 易若葵的一個斧頭兵 那這邊 Caseo Caseo看到了之後呢 就想說要稍微防一下 跳掉 跳掉 那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好這邊 兩邊在升級時代的過程中都選擇去採木頭 然後補上了教育戰 然後看一下兩邊的牌組有些不一樣 這邊在發現 其實通常是不會去打到這張卡 主要還是在冰卡為主 那看到其實支援箱是有變多的 這個是EP的特色 這個地方 原本是600支援箱變800 讓這張卡打起來變得非常好用 那看到升級時代其實有點差異 等一下看就知道 那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張五熊甲 五熊甲可以算是易若葵的五阿拉的代替 相對來說花500斤 可是叫五隻熊甲 那你阿拉是1000斤 強度算有差 但是 對易若葵來說 他算是不是一個馬的強勢國 他其實也夠用 那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 這邊MITAL先上了10代 好 上10代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女智者的升級 然後這邊 OK 我們CALSEAL用一個女智者升級 然後還下一個獵犬 然後用市場升級有一個獵犬 那MITAL這邊呢 看起來 是先做了一個潛質 好 這邊 直接把MITAL的 黑熊打死了 那這邊一樣補了市場 就變成說現在 易若葵的開局都比較流行一個 經濟型的開局 就是市場 然後 可能是先發春卡 而不是先發四馬 或者是斧頭兵 好 那兩邊都是發五春卡 那就看起來不會是一個 快攻的 強力快攻的開局 那我看到這邊 MITAL已經排成了斧頭兵了 所以 應該是會做一個 先前期的壓制 好這邊 船運還沒有送嗎 這邊先出了艾娜 想要做防守 那這邊D強奪 已經變成一個 人人必會的基本功 好強奪低掉了 那就只留木槍 那我們的賽評就稍微表示說 用 武艾娜郎加TC跟那個 作戰小屋來防 其實是蠻好 蠻好用的 好這邊你看 這邊直接發了一個 支援箱 支援箱這邊顯示是600 但其實 應該是800 他顯示 跟他改的時候 好像有點錯誤 好這邊就先不剪木頭像 先把肉跟金先剪起來 那這邊 MITAL就先拆了 KASER的交易戰 好這邊點上時代了 好這邊繼續再圍一道牆 好這邊直接壓進來 這邊 這一波非常的精彩會戰 這邊開了一個側門 然後這邊斧頭兵出來 來包這四隻坎亞 然後艾娜持續的再輸出 好這邊開了一個側門 喔 這個車子出來的時候 沒有被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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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馬就放下去了 好這邊先點馬 然後可以注意到 上面的斧頭兵的動線 他這邊往上繞的時候 直接被斧頭兵抓到 因為他一定往上繞來抓 抓這邊的艾娜 然後英雄往後退 不要擠火被擠到 這邊小細節 這邊稍微再看一下卡 好這邊直接再發一個六百目 那這些艾娜要全死了 這邊先撤退 因為冰卡就要來了 來了 來了八隻的 伊洛奎的森林用蕩者 然後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個兩邊的戰損筆 死了六斧頭四馬 但是這邊只死了五隻艾娜 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划算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然後脈頭暴兵的速度還蠻快 然後六百目下去之後 直接又開始轉馬就了 然後看一下排成 分別是艾娜跟這個 伊洛奎的坎雅祭兵 那卡奧斯爾這邊就是產火槍 火槍馬 其實就是槍馬啦 槍馬跟散兵喔 就是一個槍馬散組合 這邊 這邊其實 卡奧斯爾好像有點硬拆 導致他這邊損失其實蠻大的 這邊可以看到 麥頭還有馬去繞下面的村民 用殖民去打要塞的兵 其實 有一點風險 是數值的問題 就說 那インターチャリア人就表示說 那我們就看看他 有沒有用殖民的兵 來打這些要塞的兵 哇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狙擊 我們再倒回來看 這個狙擊 這個就是時代性的差異了 尤其是對閃兵的狙擊 會特別的強力 我們再倒回去看一點 他這個技能一直流 就知道這瞬間 好 變下去 直接倒四次 鷹眼技能 真的是一個 伊洛奎非常強力的技能 好這邊 槍馬跟閃兵都開始慢慢往後撤 我們看到 MITAL的部隊整體來說是分散的 但是卡爾瑟爾的部隊 卻是基本上是 配合得很好 很緊密 而且他的槍馬一直在躲艾娜的射程 這邊讓球長躲在側邊 盡量不讓球長死掉 因為 在整個操作來說 球長的優勢其實很大 那 那MITAL看起來會秩序的待在這個殖民 第二次的鷹眼 射死了一隻 斧頭兵 125滴血 真的是蠻多的 好這邊 媲美阿拉的五胸甲出來了 好這邊 艾娜自己 慘了一輪艾娜也出來 好這波直接硬貼上去 槍馬硬A在艾娜身上 然後胸甲持續的在做輸出 然後也小心的拉走 有沒有看到這一波上面這一小波的空柄 也是非常經典 好這邊就直接打GG了 那通常 這邊我也分析一下雷光 他對這一場的說法 因為一批的 又可以開局沒木頭 所以會選 慢生 女智者 然後拿箱子去蓋交易戰 然後可以把快生留到上山用 那我們看到這一場上山其實 優勢就很明顯 好 第二場是土跟書組 我們就直接跳 中間都在講一些跟戰局啊 選擇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這張地圖 我們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多色沙漠的改圖 看起來像是多色沙漠的改圖 看起來像是多色沙漠的改圖 好這一張 我們就Google一下 亞利撒那州 亞利撒那州 亞利撒那州改圖 那書組打土的話 通常是 二圖曼會做快攻 書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雷光的分析 雷光分析說 正常來講是圖快攻輸 那布蘭十代三之後 書組會有白馬 清兵會非常的難用 這場的書組應該是輸在 輕忽了土思路卡 沒去拆TP 土的那三個交易戰 配合木卡空 該太賺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是怎麼進行的 找到一個不錯的寶 一個60目寶 好這邊Metal下了一個交易戰 好這邊稍微暫停一下 快轉一下 好這邊又有一個60目 也是一個不錯的寶 不過Metal並沒有打 那可以看到這張圖 其實有四個交易戰 相對來說算是數量還蠻多 而且集中在同一條路線上 好他選擇要打這三狼寶嗎 好選擇了 好Kylus一開 又發現一個35-15 好這邊 二重脈已經點下上十代二了 好這是一個 好找到一個毒牙 應該是寵物狼毒牙吧 欸等一下等一下 欸不是不是說錯了說錯了 剛剛沒看清楚 剛剛那個寶藏 對 應該是寵物狼毒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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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剛剛死一隻狼 沒事 那數值是有差的 這跟招來的狼那兩隻數值是有差的 好這邊二圖曼又蓋了一個交易站 是拉11吋去踩的 所以要補一個交易站 這個地圖沒有什麼大的保障守護者 那其實是有啦 其實是有 但是interjection 這邊說是他沒有去招 他先打一些小保障 那賽平表示說 因為他的遠房只有10 0.1這個部分 所以可能會被射死 那他也說 爾圖曼這邊 賽平這邊表示 爾圖曼這邊可能是一個高等交易站 不過並沒有發高等交易站 看起來目前 那這邊賽平也說到了 這個 清兵其實非常不好打輸主的白馬 如果讓輸主只剩3 其實相對來說會非常的不好發揮 而且二圖曼本身的戰力 好這邊升級選的是一個400目 然後還發一張思路卡 思路卡在EP的話也有做一部分的改動 這個我等一下放在最後面再提 這邊直接升級了一個村民的產數 我們看到木頭箱是有變多的 從500變成625 好這邊直接有三個交易站 那這邊蘇族用的是一個EP的經濟型開局 就是作戰小屋 防守性的 Maito說他Nerf 二圖曼 這邊可以看到馬車過來了 三個TP 刷東西其實刷很快 這邊蘇族發的是吳春 這邊700-700已經連發 二圖曼有點爽 這邊出了一些清兵 那蘇族這邊其實經濟型也過得 生活還算滋潤 然後這邊下了一個馬車 可能會轉攻馬 然後這邊Maito選擇出的是 攻騎士 那二圖曼火槍應該是要去拆那個交易站 然後 二圖曼其實也準備要上時代3了 那上3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蠻順的 反倒是蘇族這邊 距離上3還需要很多的資源量 英雄進來看一下這個蘇族的 整個走向 那攻馬的話應該是要被砍到 這邊土狼直接被打死 那這邊其實有點心機喔 我只漏了 故意漏了5隻公馬 而不是10隻公馬 這邊又發了4輔馬 這邊應該是要過來包這8隻的 清兵了 應該是要全吃了 好 卡西卡爾上時代了 這邊死了一隻斧頭馬 但吃光了全部的清兵喔 直接下了2TC 非常少見的厄圖曼打法 非常的被動 這種打法非常的被動 因為你很多的經濟命脈都是靠在 你的交易站上面 出了公馬 這邊要順便燒掉TC吧 這邊持續的出公馬 選擇要把TC蓋在其他地方 那interjection表示 這個選擇 蓋TC這個選擇 其實還蠻有趣的 這邊 卡發了8000兵加民兵 配合公馬打一波 把宿主趕走了 把宿主趕走了 但是我們看到全戰士其實有點坦喔 這邊公馬輸出的非常的爽 好這邊再下一個馬舊 好這邊持續的出公騎士 但是厄圖曼好像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邊這個interjection一直笑說 這個 額圖曼的木頭實在是多留點誇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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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下個3TC了 果然還真的是下個3TC 果然還真的是下了3TC 就丟了個3TC 這邊interjection表示這個應該是要蹦到爽 好這邊又提升了一個村民加速 但是這3個交易戰一直在刷東西 其實真的是過得太爽了 卡發到手軟 那賽平也表示說 這幾隻公馬一直在TC底下燒 其實基本上是燒不掉的 它說裡面有22村在裡面喔 它說裡面有22村在裡面喔 這邊旁邊的村在採1000斤 這邊下一個 泡場 這邊出了非常多的公馬喔 這邊 這邊 麥頭終於上3了 這邊上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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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發了一張700肉 其實偏晚 然後這邊才會升這個市場科技喔 這邊Costa Khan的交易戰真的是有點多喔 出了阿布 然後還幫阿布升級喔 就是兩邊的村民數其實差不多了 1,000畝 然後1,000斤 5阿布 然後村民數差不多 而且持續的在升級市場科技 鋼製陷阱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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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要開始經營大會戰了 這邊直接抓村 我們 這就是一個 二圖曼很難成型的 所謂的槍馬傘的組合 就是阿布配上這個公馬 整體來說 經濟不夠好 撐不起來這個 極度吃金 跟肉的這種兵種 但是我們的Costa Khan做到了 喔 公馬數量有夠多 這邊阿布 從頭到尾只有5隻喔 喔 後面的 殘了更多的跟上來了 這邊民兵也叫出來 好 全戰其實都沒剩多少血了 這邊直接硬貼阿布 那這邊有點奇怪的是 麥頭這邊還沒有按大按鈕下去喔 這個 TC大按鈕 好 兩邊都發了這個奇兵戰鬥力 那目前看起來 輸足優勢很大喔 閃兵幾乎沒死 但是那三個TP真的是讓二圖曼過得太滋潤了 看起來這場還要拖很久 因為幾場會戰下來 輸足並沒有辦法很有力的破壞掉二圖曼的支援區了 這邊直接殺村 打一個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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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吃光了所有的閃兵喔 血量太高了 1667 加上那個騎兵的攻擊力 那阿拉最後還是被吃完了 蘇足真的是很蠻強的 然後這邊兩邊開始互相殺村 蘇足一直在多線去燒作 然後去抓這個二圖曼的村民 去壓那個二圖曼的村民 這三個交易戰始終還在了 但是村民有一堆空閒不知道在幹嘛 整個地圖差不多支援要吃乾了 這邊可能要直接跳了 跳到最後面的會戰 這邊又擠出了一堆的弓麻跟阿布 你看到二圖曼支援量又起來 最後麥頭投降 中間自己也會再稍微看一下 中間自己也會再稍微看一下 主要是這場 二圖曼採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戰術 通常是不會這樣3TC這樣打 但那三個交易戰真的太賺了 然後Causica又說 我不知道我怎麼贏的 然後麥頭就說 因為你有很多的資源 好我們直接看下一場 這個是哈德訓彎 這邊我們就跳一下 直接到開局的部分 那這次是雪地 所以海都滅積稍微小了一點 這邊是一個葡萄牙打書組 剛剛Causica用的是二圖曼 現在變成用書組 那麥頭這邊從書組變成葡萄牙 這邊拿到一個八十肉堡 其實蠻好的 我們就快速看 這邊打寶被抓到 保障要被偷了 我看到八十肉了 Oh my god, why? You didn't use it 我看到八十肉了 喔,他們說是有lag 這邊發了一張經濟理論 不知道為什麼不是海 不知道為什麼不是此海 剛剛lag導致書組的英雄少了好多血 然後這邊 鋪他用他的英雄能離開地圖 然後這邊 Causica的書組直接去打下面這個寶藏 那這邊有個春寶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寶藏 那這邊很可能葡萄牙會直接跳海 但是這邊葡萄牙反而是先下了一個交易戰 賽平覺得有點 蠻特別的 也有可能是為了發卡 發卡的經驗值來說也是蠻重要的 這邊再用距離去打那個保障守護者 直接找到了一百五十斤喔 直接找到了一百五十斤喔 在上面改一下分數 Causica已經贏了兩場 這個九十斤也是一個大寶 但是被Causica看到了 好 但還是輕鬆的剪刀 哇 找了非常多金寶 已經兩百九十金寶了 那二棚車要注意一下它放在哪個位置 選擇放再來靠在岸邊 碼頭也蓋好了 這邊稍微解釋一下我們先發的經濟理論 主要是因為它想讓經濟收集更快一點 然後晚一點再發這張重返船 先加長一點經濟 然後之後再補預算 因為有些是先發重返船 可是重返船並沒有立即的效果 所以選擇先發的經濟理論 也算是合理 好 這邊打到了一村了 這邊直接打了一七百木 準備要漁船開蹦 這邊下一個作戰小屋 看起來要打一個輸足的步兵流 但結果被看到了 好 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好 這邊開始瘋狂吃海了 好 這邊出了棒棒兵來燒交易戰 好 這邊也有四艘船 反而是沒有海盜 沒有那一艘 500斤的海盜船卡 有點奇怪 那TP應該是可以燒掉 那有兩張吃海卡喔 那個吃海起來效果非常的恐怖 好 兩個碼頭 再來殘餘船 要打一個棒的打法 棒進去的打法 那這邊 書組就選擇用TP棒 那搶了 現在搶了 現在搶第三個TP 一個是用海蹦 那也是用陸地的交易戰蹦 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喔 有燒到村民 還不錯 這邊一直不停地在騷擾這個村民 有燒到一村 又燒到一村 喔 黃車出來了 可能蓋不下去喔 這個黃車 欸 卡到地基了 又卡到了 又卡到了 哇 這是經典 哇 這太經典了 這個地方非常的經典 那一頭掃掉這個棚車 差很多 就一直卡在那個 地基上 然後還燒掉一個均勻 這書組來說還蠻轉的 那是一個 卡太好了 康西開了 真的是經驗勞到 喔 外面投表示驚訝 Metal表示我刚刚输了 然后他表示他可能需要 围墙像Kainese一样 才有办法避免刚刚TC被超掉的局面 然后这边吃海吃的其实很爽 那船运的扑闪也已经到了 可是是在暗边的位置 这边等一下应该是要补枪嘛 这边又死了一层 这边继续快转 哇 这边直接火之舞跳起来 TC直接喷掉 这边沉多村也要死掉 结果下一个TC太远了 这就是少那个TC的差别 陆地上的村基本上都倒掉了 只是海上的村 而且Metal现在他吃海吃肉的有点过头 但陆地上没有任何局面对 然后陆地上的房子一直被烧 结果Metal最后打出了GG了 看一下雷光对这场怎么拼的 葡萄牙吃海打输 结果是一面倒的结束 葡萄牙应该是想说输工程不强 把第二TC盖海边而不是家里 但这样是蛮危险的 因为我们的海王开业 基本上都是盖在家里 两TC放在家然后围墙 所以最后葡萄牙这边直接输掉了 好 那我们直接跳着看下一场 奥沙克 也算是我们黑子在做这个直播观战 还蛮常用一张图 整体还算平均 我们直接跳比赛开始 是一场荷兰打德国 然后看一下雷光对这场怎么说 雷光说德国打荷兰 这个没什么悬念 公认就是德国好打荷兰 10代3卡片强度差的有点多 那10代2荷兰也很难强推 有杜普勒的德国 所以这是一个10代2推不赢 10代3并卡又输的一个窘境 好 我们来看看这场怎么打 通常呢 荷兰目前在ESOCpatch的主流就是银行BOMM 那德国就是直升或半直升 它们就 rupees自称 这边重新费 这边就是打一些小宝杖 好 这边直接看到一个强宝的地方 喔... 好 这边Cathicle还是cainted 약간用到的宝杖 是一個80肉的寶藏 他就選擇打了一個 很多個黑熊的酷明寶 然後Casica選擇打下面這一個 是一個60目的寶藏 但三隻狼相對來說好像是有點多 這邊開始伐木 可能要補一個教育戰 這邊兩邊都在打寶 但可以看到MITAL這個英雄的血量有點淒慘 稍微有點危險 不過在等第二隻這個狙擊 可以 酷明寶直接安全拿下 這邊直接下銀行了 MITAL也 MITAL下銀行 那Casica這邊直接下交易戰 跟預期的是差不多的 這邊400目升級 這邊德國也是400目 然後下這個 那個馬修 合理寶沒有人撿 50斤還蠻多的 上面有個海盜寶 荷蘭應該會先去把它撿起來 這邊下一個市場 建築學做得不錯 這邊選擇又下一個均銀 那interjunction 表示說這種蓋法非常的緊密 但跑村會變得很難 分別是一個三旅車跟七百 這邊Casica還去偷了人家的食物寶 村民看起來可能會死在家裡 哇 直接抓到一村 MITAL覺得不太舒服 這個 這個 這個村民又死了 MITAL有點 有點悲痛欲絕 又被卡了 這被卡死了 被卡到死了 又逃走了 逃走了 逃走了 噢 天啊 好 這邊聽一下interjunction的聲音 這一定要聽的 這邊我們聽interjunction 他會失敗了一個傢伙 他會失敗一個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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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很開心 他會失敗 喔! Bike Wagon Bike Wagon 不再一次 不再一次 他會逃走 我會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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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聽到interjunction 一個笑風 MITAL表示無言 他已經上一場葡萄牙 T4被抓掉 然後銀行馬車又被抓掉 就是因為 建築物蓋得太緊了 所以導致他出來的時候變得很卡 把自己卡到自己了 這邊直接少了一張卡 那德馬直接硬吃了長毛兵 好 這邊最後還是弄出了四銀行 但村民基本上死了死傷的傷 這邊再下一棟 拼個五銀行 身無可戀了 這邊還出了努賓 努賓錢壓 這邊出了八毛 然後來反推這個德馬 但是我們看到卡斯卡已經在上十代了 我們這邊的荷蘭還是有點窮 這邊開始出了一些閃兵 要準備前推了 把他的兵先推掉 上面的車名還被抓到 那賽評表是說 賣頭這個真的是非常的衰 衰到爆 哇 村民在外面 這邊村民也是很多啊 一直在討難 這五隻馬可以喔 這一波可以喔 有機會 有機會把德國軍隊全吃掉 哇 遇到森林了 好 這邊有一些馬戰車過來 哇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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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村民又死了 這邊有十代差距喔 埋頭這邊極夠資源 他準備上十代了 這個建築蓋真的很近 賽評一再的重複提及 這邊已經是老練德馬 配著馬戰車要準備壓進去了 好 上三了 長槍也升級了 但這邊我們看到荷蘭這邊 基本上是沒有食物了 可能會餓死了 好 上三了 好像就落到側邊一點 這樣馬比較好佔位喔 因為裡面太緊了 這邊麥頭一直在用空間的 位置去卡 不要讓 卡斯卡爾一直進來 這邊還發了一個瑞士矛 準備要反推了嗎 看起來還有一陣子 這邊踩金直接踩到中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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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家裡還有一團鹿可以吃 這邊直接出了 天啊 直接出了一個 那邊有13隻的賀斯喔 這邊有13隻的賀斯喔 這邊正面壓進來 直接B掉一吋 再來射一吋 10隻閃兵 一槍一隻 這邊好像不只10隻閃兵是不是 喔 這邊好多閃兵 槍馬閃的組合在德國也是零力盡致 看他經濟上來說 德國大贏荷蘭 這邊德國一直在抓一個機會 就是荷蘭出門的時間喔 但是荷蘭一直不出門 所以德國也不太好打 這邊是個老練的經濟病了 我這邊邰頭還發了一張教堂卡 這邊邰頭還發一張教堂卡 他在選擇在上面開戰嗎 喔 這邊兩邊的長槍都很多 這邊的賀斯也是不少 這邊卡爾斯卡爾先發一張馬加強卡 身邊馬被抓到了 沒做到什麼事就直接噴掉了好幾隻 這邊選擇到了一個叢林準備開戰 這邊的瓦爾德爾人也從教堂裡出來 這邊要再包過來 哇 方向不太對阿 哇 這邊直接被堵到死 上面的馬下來被堵到死 然後瓦爾德爾人被金礦卡到 這個位置實在是有夠糟的 麥特直接打出了GG 我們直接看跳下一場 新英格蘭 最近ESOC的比賽都還蠻常用到這張圖 像是一個相當經典的一個海圖 它其實長相也有點類似ESOC patch的蒙古 很多張改圖基本上都是以這邊是海 這邊是路為主 但交易戰在中間的話就是目前看起來是新英格蘭 那這一場是西班牙打中國 麥特最強的國家就是中國 我們來看一場這場能不能扳回頹市 那這張地圖有不錯的一些羊 可以拉到中國的村落去訓練 喔抓到羊了抓到羊了 慢慢賺 把羊帶回家 這個村落蓋得非常前面 而且中國是一個村落開局 這邊算是一個善用交易戰 就先把他留著 讓他安全 至少先把那兩羊保護好 然後等一下再把他拉走 這邊兩羊安全的回來了 喔 這邊拉了一隻村過來 蓋交易戰 然後中國這邊臨村奇觀 這個村民想要幹嘛 剛剛繞過去不知道想要幹嘛 這邊拉了一個赤喉 來揍村民 這邊把奇觀直接塞在前面 然後瘋狂踩金喔 然後西班牙這邊發了一個 高檔交易戰 OK交易戰還是蓋起來 而且是會射人的交易戰喔 這邊把羊全部往前拉 欸 往回家拉 往回家拉 這邊竟然有放船卡耶 這是經典 剛剛intel就要先表示 經典的MITAL FF 然後西班牙這邊呢 看起來也是蠻正常的 沒有看到那張 西班牙艦隊那張 那張特殊的蓋班卡 拿七百斤已經發了 西班牙應該會早上時代 好 看起來西班牙會先上時代 支援已經收集得差不多了 然後它還 中國這邊拉了一個赤喉 在前面開圖 看一下對面會出什麼病 好 西班牙在這邊放了一個 船運點喔 可能會把船塞在這個位置 OK在這個交易戰旁邊下了一棟均銀的樣子 好 看下一個市場 中國這邊也把 它的這個船運點設在中間喔 看到這邊西班牙其實已經發了非常多咖了 上時代送的船到了 英雄丟火把 好 這邊中國時代三也快要上去了 時間吐了一點久 已經八分十幾秒 那升級之後應該會變一千席喔 這邊六七五其實血量已經算蠻高了 這邊出了一堆蘭鐸 在燒東西 燒的有夠慢 趕快發一個200斤的浮船 喔喔喔 毛馬直接把這邊的冰給戳死了 位置其實卡得很緊喔 所以毛馬沒占到什麼便宜 然後趕快把羊給搬走 沒有追到羊 MITAL現在資源有點吃緊喔 而且等下人口也要跟著吃緊 這邊在等船到嗎 這邊發的是700目600目 MITAL的升級不是700目 700金700目之類的 紅衣軍也來了 斡旋 那這邊4TP全部都被西班牙給占走了 然後蘭鐸也升級了 變成老練蘭鐸 好這邊浮船到了 可以反攻了 哇 直接不見 INTERJOSHIAN表示一個驚訝 這邊我們來聽一下 INTERJOSHIAN的聲音 連一點的傷害都沒有對這個浮船造成就噴掉了 28遠距的攻擊 28距離的攻 其實算是蠻遠的 28距 28距離 而且如果兩音砲過來的話 可能會被傳打 這邊會再稍微看一下了 OK 燒掉了 那這樣中國沒有地方可以出兵 而且還卡人口 那這邊就在等了 等會這樣的時機了 我們就直接聽他的講解好了 我們就直接聽他的講解好了 那這邊要稍微快轉一下 那邊小砲過來準備對準這兩音砲射 然後這邊靠船在做側邊輸出 有兩個長重 去打這個輔轉 然後正面的話 蘭鐸跟這個 矛馬的輸出 非常的可貴 上面還有一艘軍艦 Kaiser 一個逆轉 西班牙直接逆轉了中國 我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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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頭一個自爆自棄 最後應該是崩潰了 這場佛武 他要撕開了 直接壓倒性的 把麥頭給拿下來 算是一場 有沒有人說 懸念不太高的一場比賽 我看一下雷光怎麼講這一場 西班牙打中國 中國善惡不派人蓋奇觀 所以看起來本來就是要省略七百金 直接靠村民部 上升的資源 但前置有點失敗 敵方交易戰也沒有猜到 或許七百 六百目換成九隻矛 接七百目 嗯 應該比較好 雷光表示 不要七百目接六百目 先九毛 再七百目 把交易戰拆掉 所以是先九毛七百目 感覺應該會比較好 好 那這一場 的講解就到這邊 那這種 其實類型都比較長 如果想要比較細的 比如說講單一的一兩場的話 比如說一場大概是二十分鐘 那可能每一個步驟都講的話 會聽得比較清楚 那如果是這種系列賽的話 通常就只能以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做呈現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EP的部分 EP的部分 剛剛想到這個 支援箱的部分 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易洛奎的部分 易洛奎的支援箱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八百支援箱的改動 八百支援箱的改動 然後縱帆船的部分的話 縱帆船的部分我記得也有改 不過 這邊有點不太好找 有點太多了 好 那今天先就先播到這邊 我是黑子 那也歡迎各位留言在H&M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唷 好 上